哈喽,大家好,我是川妹 我现在在铜锣湾那边 吃点东西 刚刚掉了,还没到 跟你们聊一下天 很多人就说 问我家有没有人 就是说婆家呀,婆家有没有人啊 怎么样的 其实我们婆家吧 我公公婆婆早就在了 然后就只有两个弟弟 然后还有几个姨妈和舅舅 因为疫情期间吧 也不可能说去祭川 然后去人家家里 所以说就很少拍他们 就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些情形在 我以前的那个账户上面 以前拍过我老公他家弟弟 然后拍过几次 然后拍过他家小姨 就是我老公的姨妈 小姨妈也拍过 因为小姨妈以前也来过我们家做客 很多朋友们应该煮早上 有特别的情绪应该不知道 所以说就拍个视频然后跟你们聊聊 嗯 我的饭也给来了 拍给你们看一下 我叫了一个 这个叫什么 葱油鸡饭 加一个卤豆腐 它是一个套上来的 然后一个米饭 一个这个雪冰 还有特别的朋友说我老公像外国人 嗯 其实我老公吧 他是哪里人啊 他外公是深圳人的 然后他妈是在香港出生的 然后他爸爸是一个孤儿 所以说不知道他们的主题是哪里 从小是在福利院长到几岁的时候 那个婆婆领养了 那个婆婆领养了两个小孩 一个是一个外国的金头发的那种啊 然后再领养了她 那个姑妈一起长大的 然后我妈现在在那个叫什么 加拿大那边 嗯 所以说 你们问她是哪里人像混血或者干嘛 我也不知道她是哪里人 她主题 她妈肯定就能确定是说是 深圳人啊 暂时跟你们聊这么多 我要赶紧吃完东西去买东西 不然的话啊 今天晚上就是很晚的东西 嗯 因为天天出来的比较晚嘛 已经都是大午两点了 今天的视频一定非常到这儿 喜欢的情况下 拜拜